2022年9月14日星期三 欢迎收看光明新闻通 新闻开始让我们关注封面焦点 两名男子无法偿还网络高利贷的贷款 凡被阿龙聘请当追债跑腿还债 他们从上个月起向超过20名现在人颇红期 用铁链锁大门以及发出追债日条 结果本月11日准备再次犯案时遭到警方逮捕 哥达斯达陷阱区主任阿末·苏克里 昨晚召开记者会时就说 警方本月11日下午在米都斯里丹洛 住宅区内监督时 发现一辆可疑的深蓝色第二国产车阿夏 他说警员拦截该车搜查 发现车上有追债用的用具 例如铁链、红漆、红色喷漆剂 以及追债字条等等 因此逮捕分别38岁和41岁的无意男子 他说两名男子是同乡关系 他们向网络高利贷借钱后无法传载后 阿龙就献议他们当跑腿 并给予追债佣金 如泼期可以获得350令吉的佣金 以及铁链锁大门可以获得150令吉的佣金 张贴追债字条则可以获得50令吉 他说两名嫌犯向警方承认 他们从上个月起在亚罗斯达 古邦巴苏以及本铜区进行了追债工作 每次犯案后会拍照和视频 然后再通过WhatsApp传给阿龙过目 以证明他们有在执行任务 他说两名嫌犯的尿液检测对毒品呈阳性的反应 警方已经获得法庭的批准 严扣两人4天至15日 放个焦点 高渊几年和萤火虫码头发现一具男性的尸体 尸体肿胀 脸部被四脚蛇啃咬至血肉模糊 身份有待警方的查明 河边一间咖啡馆女店员 今早开店时目睹河中飘来一个异物 初时还以为是人体模型 一大异物靠近时才惊觉是尸体 且尸体有一只四脚蛇正在啃咬脸部和景象 女店员说她今早11点到店后开始打扫卫生 大约11点16分看到尸体 据了解尸体是从几年河上游飘来 过后卡在停泊在咖啡馆旁的客船下面 警方接获咖啡馆东主的头报后就赶来现场调查 校生局也将尸体捞伤案送往太平间 患者新闻 失踪女子谢明荣真的在缅甸吗 随着找前一名或旧回国的租宰于7月 在记者会上声称在缅甸一个园区见过谢明荣后 在有一名目前依然受困在缅甸的租宰向家人透露 见过失踪已经5个月的谢明荣 大马国际人道主义组织 今早约11点协同5名租宰的家属到缅甸驻我国大使馆提交备忘录 其中一名家属陈女士受访时就指出 其儿子向家人求助时 希望家人也帮忙救出谢明荣 陈女士说 他两名分别16和30岁的儿子 是在3月期间被本地的中介骗到缅甸的KK园区沦为主宰 他们随后通过电邮向家人求救时披露 在4月初开始见到谢明荣 陈女士指出 其儿子说经常于早餐时段在饭厅看到谢明荣 在一旁哭泣后者表示想要离开 所以其儿子就希望也能够把谢明荣救出来 患者新闻一名六岁怀疑男童患上罕见的恶性外周神经烧膜瘤MPNST 右眼球大如拳头为了保命其右眼球已经被拆除 如今男同需要进行自治治otherapy托 bef 如今男同需要进行制止治疗 Mmmm 父母恳求大众捐助三十五万令吉能让孩子尽快 wirklich 来自吉打双溪大年的余胜泉 今年6月被诊断患上恶性外周神经烧膜瘤 医生指是大马手中安逸 虽然大卢拳头的右眼球已经栽除 但是男童必须尽快治疗 避免癌细胞复发 医生建议远赴台湾进行自治治疗 男童的母亲韩依琪就说 孩子这6年来无病无痛 今年6月12日玩耍时就右眼不胜被踢中 两周后孩子生疏眼周痒眼皮也红肿 看诊时眼科医生表示眼睛状况不寻常 转介到医院做详细的检查 他称初步检验发现儿子的右眼内侧长瘤 后来两周后孩子的眼球明显的红肿突出 检查报告证实孩子患上了MPNSD 他披露虽然95%的肿瘤已经去除 上有5%的癌细胞残留在神经线 需要尽快进行后续的治疗避免扩散 然而相关治疗仅能够在台湾进行 所需要的费用更高达35万令吉 基于无法负担 他才向大三角瑶瓷金母慈善基金会求助 期盼能够得到社会大众的卷助 这节新闻给您播到这 感谢收看我们再会